去年初全台湾农作物遭受秋行军虫的虫害 让农友是欲哭无泪 而最近花莲寿风乡一位专门种植玉米的农友 他在宜花东地区种植的玉米有800公顷 其中四五成被秋行军虫吃掉了 如果不赶快抢救的话 他今年第一座收成将会血本无归 他希望农政单位赶快救救他 整片的玉米田绿油油不过经典看 大多的每颗幼芽才刚长出嫩叶 叶子上却出现透明斑驳的痕迹 叶片遭到啃食 导致幼芽来不及长大就死掉了 这个大概半个月以前就发现了 那我们以往我们是通报到改良厂跟防疫所 那他们会马上派员过来 那今年可能是忙还是怎么样 他们就没有过来 那我们有电话通知 他是跟我们讲说 今年没完 在农民的掌心蠕动 因为幼虫的牙齿小 叶片一层层被啃食 最终呈现透明纤维 不过大一点的秋行军虫 却可以连根咬断 对农作物的损害更大 它虫子吃掉了以后 它的这个苗还能够长大吗 如果没有做防疫的话 是会没有好采受 有这么严重 花林县动植物防疫所表示 如今已经有有效的农药来防治治疗秋行军虫 不过还是必须随时监控 并且通报防疫秋行军虫的虫害 目前我们防疫政策还是在第二阶段 然后农民就通报我们防疫所 然后我们会派员去现场看 然后另外会补助第一次的喷药工资 然后还有药剂 然后另外就是要呼吁农民说 田间巡视还是一定要做 然后在玉米 青哥玉米这一类在早期 刚种植的时候 然后秋行军虫会比较容易 发现到有感染这些早期的作物 然后就要常常去做巡视 然后早期治疗 早期喷药 然后那效果会比较好 农业单位表示 农民不要太恐慌 不过发现了要赶快通报 现在是关键时期 一定要把虫害控制下来 才不会造成更大的农业损失 大华联新闻总和报道